我好紧张好紧张 叶桐老师 你等我啊 走 走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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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个路来看看吧 不值得这一切 你至少很像我那一版的 多尔滚 你也很像这个年龄的大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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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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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赶到叶桐老师那边 衣服一穿扯你妈妈 直接干净 是你吗 叶叶在哪 是你绷架我女儿是吗 你这样让我兄弟怎么办啊 我不想要你的心脏了 你给我的感觉 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应该去做一些主角和配角的训练 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感动 全一句的卷脚已经结束了 很多人落选啊 还有下一轮的机会呢 你给我醒醒 你明白吗 讲话的那个人啊 你在想什么 你现在脑袋里面光想的是这个情绪 而没有想那些什么 你卡了吧 再给最后一次机会吧 两条件吧 我好紧张 好紧张 叶桐老师 你等我啊 走 走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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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个路来看看吧 不值得这一切 你至少很像我那一版的 多尔滚 你也很像这个年龄的大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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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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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赶到叶桐老师那边 衣服一穿成衣满满 直接盖下去 好紧张 关锐老师 你那么多戏 然后你还来参加任意吗 我也觉得我想再突破一下吧 我觉得总曝光多一点总是好的 嗯 就我也纠结 我也真是纠结 我特别纠结 然后我也觉得哎 要不要就在自己舒适圈待着 就拍着个古葬戏 我一直拍着 但是后来想来想去我觉得 还得再来 还得来 还得来 我觉得相当于继续得往上平 嗯 能不能往上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得让大家能看着我 现在还是 你老消失老消失 忽然间有一天哎出来了 张瑞这两天去哪了 然后过两天再说张瑞这两天去哪了 完了 有几个那两天去哪了 有道理 我到底这辈子去哪了 张瑞 对吧 确实有道理 是吧 是吧 对 你很点头 太有道理了 真的 真的有道理 好 紫薇老师我们就介绍一下 尔康 好 得介绍一下尔康 不是那个 谢谢你 蛮大的多少尔康呢 是吧 不会 你的好兄弟就这么好聊 变迹是吧 这都是好的 对对 你多大呀 25 我那么小 我们都278都快30呢 是拉倒的 演员的黄金年龄35岁 对 妈妈 就跟你说就是妈妈 男生更晚了 40 45 你得背着熟了就慢慢熬 对 是啊 就像打麻将 你只要每到台桌上最后一个 台桌最后一个 这也不知道怎么办 聊会儿 不不不 那你给我坐呢 那这够什么事啊 你也不搭话 你就快听个话一跳 你记得听不到他肯定也能演喜剧 怎么 哎什么呢 他是喜剧大赛出来了 啊 他性格特别好 确实确实可以演喜剧 他确实可以演喜剧 真的 没开玩笑 而且你说东北人 东北人自带节奏 喜剧的节奏 他不平时比较高 我别人看不出来我的喜剧天赋 你看他穿这么多 是吧 对对 我个儿又高又高又冷 那个他冷 我就说高了 这几天我就觉得特刺激 就是正常拍一个电视剧啊 三个月都遇不到的事 这两天应该发生了两三倍 对 真的是 真的是 各种意外情况 各种突发事件 啊 这几天我只能说我日子非常的抓马 那翻译成普通话怎么解释抓马 就是抓了三只马 对差不多 一天一只 一天一只 哈哈哈 接下来避免抓马 来抓驴 哈哈哈 抓羊 在无限超越班 我感觉挺赚的 赢得了一些机会 然后我们各个导师真的在当我们徒弟一样的在教我们 很开心 我自己现在肯定还是想要从事就是好好拍戏的那个信心嘛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好好培养一下专注力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到的已经是 当我知道自己当选队长的时候就是有点不知所措 我没有截调大家的能力 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很多小状况 但是呢我们后来的这两天 全队的六个人可以说是近乎疯狂的比分 凝聚力非常强 你要说 其他组说比我们凝聚力强 这个我是首先不服 你真的是 滴滴牛这么聊 感受就两字 累 再加两个字 值得 对 俩弟弟真拼了 学会依靠别人 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想首先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做队长的时候 我是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 但是这么密集的这个工作里面 我觉得很快的建立了队员之间的那个bonding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很为对方着想很希望对方好 所以我就是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 我也很期待跟你们合作了 后面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都相互就是我们换着合作合作 说不定就比如说我跟你 哎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 你跟他有个不一样的火花 我觉得特别棒 我是这么想 就是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啊很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氛围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十几个同学每一个同学都很优秀 你没发现每一个同学都像 每个班里该有同学的样子 就是不壮形 比如说有高高帅帅的你看 就撕胡子自己 对吧 包括还有大聪这样的 我哪样呢 一直有包袱 不是有不是偶像包袱是斗包袱 来来你把画个老饼我哪样呢 不是你就你就长相你说咱俩比脸长谁长 哈哈哈哈 对不对脸长的这样呢 就说啥意思呢就终于下课了 今天终于下课了 然后我相信通过这次之后 我们不是剧组的朋友 我们是可能是一辈子同学的朋友 三个月下来咱们加油 好 啊这几天我就觉得特刺激 就是正常开一个电视剧啊 三个月都遇不到的事 但是这两天应该发生了两三倍 真的是 真的是 各种意外情况 各种突发事件 啊 这几天我只能说我日子非常的脏了 翻译成普通话怎么解释抓马 就是抓了三只马 对差不多 一天一只 一天一只 接下来避免抓马 来抓驴 抓羊 在无限超越班 我感觉挺赚的 赢得了一些机会 然后我们各个导师 真的在当我们徒弟一样的在教我们 很开心 我自己现在肯定还是想要从事就是好好拍戏的那个信心嘛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好好培养一下专注力这件事情 这是我觉得到的一件事 当我知道自己当选队长的时候就是有点不知所措 我没有截调大家的能力 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很多小状况 但是呢我们后来的这两天全队的六个人可以说是近乎疯狂的比分 凝聚力非常强 你要说 其他组说比我们凝聚力强这个 我是首先不服 你真的是 弟弟牛这么聊 感受 就两字 累 再加两个字 值得 对 俩弟弟真拼了 学会依靠别人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想首先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做队长的时候 我是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 但是这么密集的这个工作里面 我觉得很快的建立了队员之间的那个bonding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大家真的是很为对方着想 很希望对方好 所以我就是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 我也很期待跟你们合作了 后面如果有机会 大家可以都相互就是我们换着合作合作 说不定就比如说我跟你 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 你跟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 我觉得特别棒 我是这么想 就是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啊 很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氛围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十几个同学 每一个同学都很优秀 你没发现 每一个同学都像 每个班里该有同学的样子 就是 不壮形 比如说有高高帅帅的 你看 这样撕胡子自己 对吧 包括还有大葱这样的 我哪样呢 一直有包袱 不是有不是偶像包袱 是斗包袱 来来你把画个烙饼 没有哪样的 不是你就你就长相 你说咱俩比脸长谁长 哈哈哈 对不对 脸长的这样呢 就说啥意思呢 就终于下课了 今天终于下课了 然后我相信通过这次之后 我们不是剧组的朋友 我们是可能是一辈子同学的朋友 所以才能看下课了